降血压一年四季食疗 每天吃一点它血压不高了 高血压一扫而空 压力大常失眠 交际应酬吃到发胖 火气大有口臭 传统中医认为 这些症状多与肝不好有关 建议多吃深绿色蔬菜养肝排毒 但深绿色蔬菜种类繁多 是哪一种较好呢? 当然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价格便宜CP值破表的地瓜叶 猜一猜 水煮地瓜叶和油炒地瓜叶 哪一道更健康? 地瓜叶护肝排毒超强水煮 油炒哪个更健康? 更多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 不论是外来或未尝到产生的毒素 都需经肝脏处理才能排出体外 肝脏也是重要的消化和代谢器官 可以代谢脂肪 将其变成人体所需的养分 并分送至各部位细胞 促进身体机能的运作 做肝脏的后盾 护肝蔬菜首选地瓜叶 圣马尔定医院营养师 有伟明表示 护肝有两大策略 第一是让肝脏好好休息 避免过劳 第二是多补充可抗氧化的营养素 而相较于大多数蔬菜 地瓜叶不只是高鲜 还拥有更多的抗氧化成分 特别是维生素A 维生素C和多分类植化素 是护肝 排毒时不可或缺的国民好食材 地瓜叶不只是高鲜 还拥有更多的抗氧化成分 是护肝 排毒时不可或缺的国民好食材 更多维生素A 维生素C和多分类植化素等抗发炎成分 可以帮助肝脏去自由基 去除毒素 另外 地瓜叶中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排便 缩短粪便在肠道停留的时间 进而达到减少有毒物质产生及排毒效果 特别的是水溶性纤维还可以吸附油脂 帮助肝脏减少代谢的工作量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 地瓜叶水煮后关火 加入一小匙植物油拌炒再起锅 能保留更多营养素 更多水煮VS油炒地瓜叶怎么吃最好 至于地瓜叶该怎么煮较健康 有伟名营养师认为 关键在于加热时间和加热温度 大部分的营养素亦受热破坏 曾有实验发现地瓜叶加热超过三分钟 营养流失特别明显 因此建议烹煮时间控制在三分钟以内 加热温度部分 水煮法温度最高为100摄氏度 油炒法则动不动就超过100摄氏度 因此建议水煮法较妥当 但煮的时候用水量不宜太多 以免营养素流到水中 除非连煮菜水也喝 否则等于白白浪费了营养素 特别需注意的是 维生素A和β胡萝卜素都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建议地瓜叶水煮后关火 加入植物油拌炒再起锅 低温油脂可以促进肠道 对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也可以防止地瓜叶褪色 并赋予光泽感 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和多分物质 健康小叮咛 虽然吃地瓜叶的健康好处多多 但有伟名营养师也提醒 有胃溃疡、容易腹泻等 消化到问题的人不宜多吃 以免不容易被消化的 非水溶性纤维会刺激肠胃 原来地瓜叶有这么多好处 分享出去让所有的人知道吧 有机会给大家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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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